有一只兔子和一只乌龟 他们决心赛跑一下 全程六千米 他们同时出发都是匀速直系运动 兔子出发跑到中途 决心骄傲的睡一觉 而乌龟一直在缓慢缓慢的爬 最后乌龟先到达了终点 花费了三小时 而兔子呢 到达终点的整个过程中 跑了一小时 睡了三小时 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来 第一个问题 在奔跑路过这棵树时 兔子的顺时速度 与乌龟的顺时速度谁大 顺时速度就是某个石刻物体的速度 奔跑路过这树时 显然兔子的顺时速度 就大于乌龟的顺时速度 但兔子和乌龟 全程的平均速度各是多少 平均速度的唯一计算公式 是总路程除以总时间 先看乌龟 全程是六千米 乌龟花费了三小时 所以乌龟的平均速度 是两千米每小时 那兔子的平均速度呢 总路程是六千米 时间是奔跑的一小时 所以平均速度是 六千米每小时吗 错 记住是总时间 兔子全程奔跑了一小时 睡了三小时 所以总时间是四小时 重新计算 算得兔子的平均速度是 1.5千米每小时 完美 总结一下 顺时速度是某个石刻物体的速度 而平均速度的唯一计算公式 是总路程除以总时间 其中总时间是使全程花费的时间 不管你中途是爬的 是走的 是跑的 还是睡觉了 只要是全程中花费的时间 都要计算在内 你学会了吗 呼呼 呼呼